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 这不前两天七夕嘛,一年一度牛郎之女相会的日子,正好让政府用来俗气的催婚。 这不22号傍晚,各省份就公布了七夕节婚姻登记的状况。 江苏说全省一共迎来了7296对,比去年多了2000对。 而天津呢,也迎来了登记的小高峰,有一千对新人喜结联礼,总之主打一个掌势喜人。 然而现在网友也确实不给面子,人家话音还没落呢,就有人出来揭牢底, 说别看那先进标兵的,你得看普遍性,别的不说,就四川绵羊民政局。 本身也想赶着七夕做做宣传,搞了一场直播, 结果从早上开门到中午,没有一对新人来领证,结果最后只好切换到城市风光上,你就说尴不尴尬呢。 年轻人不愿意结婚,有可能是房子的问题,更有可能是票子不到位。 但是在发钱和发房之间,有关部门居然选择了发短信,这不,西安卫健委居然在七夕的时候群发催婚信息, 让大家共创生育友好,延续中华血脉,共担复兴重任。 这还真是吃肉的时候不想着大伙,等到爸爸的时候他才来呀。 可想而知,群众们对于这个短信的反应是多么的热烈, 毕竟很多人这个血脉都是当年爹娘交了罚款才留了下来的。 甚至在2014年,还有足月的咋被政府强制弄没了,还大自暴震慑产妇,不让迎难而上呢。 你现在一分钱不掏,就想让大家支持,也太天真了。 于是扔的砖头,都能快弃另一个秦始皇陵了。 当然,官老爷们不是真的在乎还有多少韭菜。 毕竟谁都清楚,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 有那操心的功夫还不如自己弄点钱。 短信也好,大自暴也罢,都是形式,目的不过是为了交差。 毕竟在中国最聪明的一帮人都去考公务员了,如何留下痕迹却不干实事,他们最明白。 而在中国,遇事你最不能做的就是较真, 因为从上到下,没有一件事是能说清楚,透露着人味的,只要较真你就输了,并且是倾家荡产。 这不,最近一档节目《中国好声音》就频频上热搜,原因是前段时间去世的歌手李文, 生前的一段录像在网上被传出来。 大致内容呢,就是好声音的导演组不仅随意修改规则,制造各种不平等的内幕, 导致李文支持的学员惨遭淘汰。 而在他挺身而出,仗义直言的时候,导演组不仅丝毫不客气的让他闭嘴,甚至还要教训教训他。 这对于在海外长大的李文来说,可谓是极端魔幻。 而后续节目组看似和李文和解,但是后手不断,要么就是把人家的画面都剪辑没了, 要么就是在圈里诋毁,把人家的路断了。 而在发生这一切的同时,李文正因身体原因在接受治疗, 所以很难不让人想到,这一番的折腾和他后续离世之间的关联。 而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更多关于节目的黑幕被不断爆出来, 里头包括且不限于什么花钱才能晋级,不给钱,不给镜头。 而一个歌手想要从平平无奇走进决赛,少说也得花个几百万。 就这还得是给对了门路,交到了正主手里。 更缺德的是,人家还有一个线下选拔频道,钱一样不少交,连上电视的机会都没有。 你这儿还唱呢,人家那边的椅子都转完了。 事情闹的挺大,浙江卫视一面花钱啊撤热搜, 一面假不意识的发出了所谓的信件,称会彻查此事。 但是字里行间的傲慢是盖不住的,反正人家节目组上的有人。 领头的导演、副导演别的不说,论资牌本都是妥妥的官三代。 中国的各行各业,但凡能占职了剥削人民的,那没有一个不带着官阶军衔。 就说这会浙江卫视互相踢皮球的节目制作公司上海灿星,背后是财政部。 你看看,这瘦身的,只不过是这次娱乐节目让大家看到了笑话, 那看不见的地儿,眉球比这个可黑多了。 看老百姓依旧不依不饶的架势,中央这回有点急了,生怕火烧到哪个宝贝哥的身上, 连夜又把老胡扔出来。 不得不说,老胡炒股哪有刁盘好挣钱啊,毕竟他这颠倒黑白的三班府,中国还真无人能出其诱。 人家老胡怎么舔呢,不是说的呢,他说他不才也参加过一些选秀节目当导师。 他认为,个体一时的公平,都不如以节目效果好看的大局来的为重。 哪怕有一个两个受了委屈,但大体公平,这就可以了, 千万不能以个别因素就抹杀了这么一档好节目,那就太犯不上了。 什么叫社会主义?同志们,老胡就是最好的传声筒。 你花钱买关系上镜怎么了,我们官员还得花钱买通路。 你嫌转椅子有黑幕,就问问你,中国这么大,什么时候缺过人才? 你就算是一块儿蒲玉,不把自己磨亮了,谁看得见你啊? 好声音代表现象,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你连这个都忍不了,趁早走,这么大地儿,不缺你这么一味吃不了亏的主。 嘿,你还别说,这一番话之后,有关部门还真给回应了,四个字,高度赞扬,充分肯定。 这基调你一下就明白了,在中国生活,你较真儿,那你能活得些去吗? 王朝末年嘛,除了各路土匪强盗的巧许豪多,剩下的就是集体百拉了。 当然,其中也不乏那个检举揭发的,多半呢也不过是分赃不均,不是因为所谓的正义感。 这不,广州电网就出了这么一位女家属,表面上是夸自己老公,以平平三本就能进国企, 还随便就拿五十万年金,并且张口闭口就说自己是上等人,你看不管可以转发。 而回首呢,就是实名举报自己老公,掏妻弃子,犹如现代陈世美,果不其然迎来了调查组。 但你说这事尴尬就尴尬在,这大姐本以为能把自己老公拉下水, 却侧面抖出了供电局的脏事,以至于被威胁要删帖的时候还不明白自己到底哪做错了。 要说现在的群众口味也丢,毕竟你说这一个人查了国企的脏事就能平了吗? 现在这个时候,让官老爷来伸张正义是没有用的,毕竟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也都不薄了。 这不中国各地财政赤字已经要不行了,于是中央决定发布地方债应急, 而西南部分省份则被要求裁减荣余人口,公务员缩编20%,没关系的全走。 房地产权限凉凉,而政府正玩命透出风声,允许开发商降价自救。 珠海新楼盘硬声打了五折,就这住建部还表示是合理行为呢,逻辑就不言而喻了。 不过呀,打折也没人买是房地产的宿命,政府也没憋什么好心眼,就打算等你们建完破产,他免费过来收躺赢。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在中国认真你就输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黑幕不断的节目得到中央肯定,这事说明了什么呢? 而中国积极鼓励房地产降价,又憋着什么坏呢? 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女,赶快看,下期再见,白了个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